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频道 节目一开始,先祝各位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朋友们节日快乐 同时祝所有收看我节目的朋友身体健康,发大财,赚大钱 如标题所示,作为节日贺礼,介绍一只上涨超过700%的股票Festly 肯定有人要问,已经上涨的那么多,为什么还要介绍,是不是太迟了 下面的分析会让大家明白,机会在哪里 在本期视频的第二部分,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大家平时不会注意到的 一般的股评节目也不太会涉及,但又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 希望可以帮助到您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 今天视频的时间不长,让我们开始吧 Festly既是明星股,也是观众问题中的焦点股 这次,希望即使没有这只股票的观众也要注意了 因为在分析这家公司的同时,我会引用一种方法论 这种方法论对其他股票也有效 当然,在别的频道里,您可是听不到的哦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Festly这家公司 Festly的前身为SkyCash,于2011年3月在旧金山成立 后于2012年5月更名为Festly Festly为开发人员提供内容交付网络 简称CDN,服务互联网和云安全 负载平衡以及视频和流媒体服务 对于诸如电商网站Shopify和电子票务网站Ticketmaster之类的平台而言 Festly能凭借自己的服务器网络,是加载速度增快 最快能达到20至30毫秒 大家可能对这个速度没有什么概念 这个速度其实非常快,相当于电竞游戏的速度了 可见,公司存在的意义和最终的目的是帮助用户获取 并更加快速安全的访问内容 Festly股票代码FSLY是迄今为止表现最好的股票之一 较52周低点,上涨了700%以上 由于当前的疫情,公司特别是大公司的使用量激增 使得Festly收入和客户双双增加 虽然从他的财务状况来看,依然属于亏损 但公司当前阶段的增长是非常良好的 数字显示,第一季度收入6300万美元 同比增长38%,毛利率为65% 与去年的同期相比,该公司缩小了非公认会计准则的经营亏损 大家注意重点来了啊 下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种判断单只股票走势的另类方法 就是用隐含波动率来看某一个特定时期的某个特定股票的走势 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什么是隐含波动率 隐含波动率表明市场预期未来会有多少波动 隐含波动率高的期权 表明这只股票的投资者 期望这只股票会在某个时间段 股价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这意味着这只股票会面临比较大的反弹 或遭受到大规模抛售 所对应的就是这只股票的大幅波动 记住,有可能是大涨,也有可能是大跌 是双向波动哦 好了,在理解了这个概念以后呢 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一则消息了 最近,根据期权市场的变动 Fastly的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这只股票 这是因为该股票2020年7月17日的call是120美元 这是当今所有股票期权中具有最高的银行波动率的股票 那既然我们知道了Fastly这只股票的隐含波动率非常高 显然,期权交易者正在为Fastly股票大幅度定价 它可能上涨,也可能下跌 那接下来的逻辑就是 我们要来看一下到底是上涨的概率高 还是下跌的概率高 对此,我在这里偏向于考虑短期因素 而忽略长期影响 先说我个人的结论 股价会上涨 理由如下 一,如果你的目的是跟随股票的近期趋势 投资者本质上将买高 但希望卖得更高 而Fastly近期仍然处于上涨通道中 从K线图中来看 无论是日K线,周K线,还是月K线 全部呈现的是多头排列 第二,有些机构预测 每股亏损将从目前的12美分 缩小为亏损2美分 也有几个预测 是从-13美分缩小为-6美分 第三,该公司的管理层将其全年收入指导 提高到了2.8亿美元至2.9亿美元之间 而之前的范围是2.55亿美元至2.65亿美元 四,投资者还应注意 Fastly的平均20天交易量 成交量在许多方面都是有用的项目 而20天的平均值可以作为一个基准 数量高于平均水平的股票 股价之前上涨通常是看涨信号 而数量高于平均水平的股票 股价之前下跌通常是看跌信号 目前,FSLY也是处于看涨的区域 最后,几乎所有分析师提高了对本季度的收入预期 而没有分析师下调了这一预期 这意味着,投资者很可能会被这家成长型公司所吸引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在股票大幅上涨之后 股票仍然具有良好的投资价值 当然,Fastly除了具有很多长期潜力 风险因素同样值得注意 它的CDN服务并不具有排他性 技术壁垒并不是非常高 非常类似于我之前的视频中所提到过的Zoom 整个CDN市场已经进入到了野蛮生长的阶段 在存量市场开始被行业巨头局部轻视 增量市场有极具变数和竞争的情况下 它的竞争对手目前主要分为四类 一,传统的CDN提供商 二,专注于CDN的小型企业 三,正在开始提供计算功能的云提供商 四,传统的数据中心和设备供应商 鉴于以上四点 我个人还没有长期持有的打算 现在的股价已经非常非常高 如果股价能够回落 那自然是更好,更安全 好了,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节日惊喜 当然了,也有可能是惊吓哦 不过,我真的是尽我所能了 隐含波动率是非常非常高级的制定期权交易策略 属于非常专业的领域 如果有高手路过,可以在评论区指教 股市中讲的是概率 短期股价随大盘波动不可避免 为了表明我的态度 我现在大家看交易时间啊 还是在盘前哦 就下单直接溢价买入了 大家可以看我的视频贴图 虽然不多 但也表明了我的态度 不过,必须再次强调 亏损还是盈利 这是个概率问题 股市瞬息万变 希望大家都能够独立的思考和分析 评论区有些观众说 我只会介绍一些波段操作的股票 其实不然 如果大家看我以前的视频 都是介绍长线股 我个人而言 总共有9只股票是长线股 只买不卖的 包括FAANG的全部5只 还有微软 迪士尼 BRKB AMD4只 一共9只 我想这个已经够多了 我不会轻易把一只股票列为长线股 前几个月 我有过36次加仓的波音 21次加仓特斯拉的经历 最终都没有把它们列入我的长线股名单中 在节目中 我介绍的每一只股票 如果我自己是做波段的 又怎么能告诉观众朋友 这只股票适合做长线呢 其实如果我告诉观众朋友们 都可以做长线 那不就简单多了 因为90%以上的股票 只要你拿在手里5到10年 肯定是赚钱的 而且我会告诉大家 买个大盘基金就完事 标普500的指数基金ETF 10%的年增长率是有保证的 没有必要浪费时间看这些财经节目 大家之所以研究股票 就是为了能够打败大盘 能够获取更多的收益 话说 还有部分观众还是在亏钱 这一天天的 我来回来回的讲市场风格 传递股票审美 你就一点都没受我影响吗 下面我们将使用不同的经济指标 快速回顾一下当今美国的经济状况 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 现在看起来并不太好 但是坦率地说 这些大家平时不会注意到的 但又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 比我预期的要好 一起来看看 是否可以对经济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以便我们可以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 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宗商品中的领头羊 铜 铜的需求是整个经济状况的领先指标 需求下降导致价格在三月份的大流行高峰时下跌 然而 现在铜的价格已经触及到五个月的高点 由于各国政府将投资翻倍 这将带动对铜的需求 电动汽车 5G网络和可再生能源发电都需要大量的铜 今年铜的需求可能会下降多达5% 到2021年消费量将反弹4% 这里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三个行业 电动汽车 5G网络和可再生能源发电 这个就是明年美股的重点布局 以后会重点讨论 第二个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是航运业的经济指标 它包含了航运业的干散货交易量的转变 从理论上讲 之所以会出现比较低的价格 是因为没有太多的散装原物料需要运输 没有需求 运输价格自然就开始下降了 我们来看图表 很明显 从今年6月开始 BDI指数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增长 从500左右增长到了1500以上 翻了三倍多 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吧 这也意味着运输原材料的需求 增加了相当大的数量 仔细想想 这其实也是合乎逻辑的 不仅美国经济已经逐步的开始开放 世界上其他各国也都显示出 越来越多的制造业活动 单纯看这个指数给出的信号 似乎是现在可以投资了 不要着急 我们来看下一个 图表所显示的是 供应管理研究所制造业指数 该数据所跟踪的是上个月发生的 制造业活动的数量 被认为是十分重要 且十分可信的经济数据 如果此指数低于50 则倾向于表示经济不景气 尤其是该趋势持续几个月的时候 而指数高于50以上 则表示很可能有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 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5月到6月 这个指数有一个增长的趋势 但总体还是低于50的 说明经济还是不景气 趋势虽然是好的 但目前还没法知道 7月的数值是多少 我个人当然希望它继续增长 达到50以上 但就现在的指数来看 给出的是等待的信号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就业情况 第一个相关指标 是美国初勤失业真人数 显然疫情严重影响到了 美国的就业情况 虽然数字已经在减少了 但距离疫情前的水平区间 还非常遥远 这个指标给出的 依旧是一个等待的信号 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 美国失业率 这两个数据的主要区别 在于报告的频率 美国初勤失业金人数 是每周报告 而失业人数是每月报告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区别 通常作为一项经济指标来说 美国初勤失业金人数 会比失业率更好一些 另一方面来说 如果我们看到了有关新增了 300万个工作机会的新闻 我们可以从失业率的下降中 看得出来 而美国初勤失业金人数 却不会显示那些失业的人 被重新雇佣的数据 只能看到哪些人失去了工作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 失业率已经有所下降 但若是想要看到美国经济 真正的景气起来 我们期待的是失业率 能够更快的下降 回归到之前的水平 给出的依然是一个等待的信号 接下来要看的这个指标 叫做新屋开工率 是发布开始破土 动工 打新地基的住宅的数目 可以看到 当美国疫情爆发时 这个数据骤减 但是最近开始有一点回升了 这对于住房方面来说 或许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但这对于整体经济来说 仍然是一个消极的信号 因为新屋开工并没有回升太多 只能说我们还需要观察 下个月的数据 下一个是消费者信心指数 这个指数的趋势 也与之前几个颇为相似 几乎每个指标都在疫情爆发时 显示出明显的弱势 但在最近一个月 它们似乎都开始恢复 但还没能回到之前的水平 美国的整体经济 显然还没完全恢复 但几乎所有指标 都在预示着经济将会渐渐扭转 最终的问题在于 经济扭转的速度有多快 而疫情会不会再次爆发 又将怎样影响到 美国的整体经济呢 美国要恢复到经济的繁荣稳定 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上就是一些宏观的经济数据 那么在这样的动荡环境中 我认为此时我们需要保持 非常谨慎和严谨的选择性 我个人认为 近期应该少做多看 是降低风险的最佳手段 只有当大盘在关键点起稳 则可以考虑小幅加仓 当然如果您是长期持有 风险并不是特别大 一般情况下 大家还是要控制好 自己的仓位就好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 会给您带去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和多一些聊天的素材 下期视频中会给大家介绍 中期市场值得关注的三个机会 最后还是要提醒一句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以上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 和大家分享 如果喜欢点个赞吧 感谢您与我虚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